红朝市三六毛泽东大会疯狂怒斥彭德怀 7月23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级大独裁者 屠杀中国几千万农民的超级土富毛泽东 登上了大会主席台 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怒气冲冲地将会场横扫 一声晴空霹雳般的吼叫 令御会的众神仙们目瞪口呆 你们讲了那么多 允许我讲点把钟头 可以不可以 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 毛泽东不出场则罢 一出场急镇的庐山 不 镇的中华大地发抖 现在党内党外加工我们 右派讲骑士皇为什么倒台 就是因为修长城 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 这是右派讲的 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看完 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 各地都有 所以右派的言论都印出来了 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 有些人就是右派 动摇分子 他们看的不完全 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 有的有历史上有问题 挨过批评 也认为一塌糊涂 如广东军区的材料 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 我看市会内会外结合 可惜庐山太小 不能把他们都请来 向江西党校 罗隆基 陈明树 这是江西人的责任 房子太小吗 不分什么话 无非是讲一塌糊涂 这很好 越讲一塌糊涂越好 越要听 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 要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 我和有些同志讲过 要顶住 硬着头皮顶住 顶好久 一个月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八年 有的同志说 持久战我很赞成 这样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 你们都有耳朵 听嘛 无非是讲一塌糊涂 难听是难听 欢迎 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 为什么要人家讲呢 其原因 神州不会沉陆 天不会塌下来 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 腰杆子硬 我们多数同志 腰杆子要硬起来 为什么不应 无非是一个时期 蔬菜太少 头发卡子太少 没有肥皂 比例失调 市场紧张 以至搞得人心紧张 我看没有什么紧张 我也紧张 说不紧张是假 上半夜你紧张 下半夜安眠药 一吃就不紧张 说我们脱离群众 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我看是暂时的 就上两三个月 春节前后 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 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有一点 并不那么多 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 问题是公社运动 我到岁平详细谈了两个多钟头 每天三千人参观 十天三万人 三个月三十万人 徐水 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 除了西藏外都来看了 唐僧取经 这些人都是县 社 对干部 也有省 地干部 他们想法是河南人 河北人 创造了经验真理 打破了罗斯福 免于贫困的自由 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 怎么看法 小资产阶级狂热吗 我看不能那么说 要想多一点 无非是多一点 这种分析是否恰当 三个月当中 三十万人进乡 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 绝不能泼冷水 只能劝说 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 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 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 即地富反坏 官僚 中农 和部分贫农 百分之四十随大流 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 即一亿五千万人 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 搞大协作 非常积极 他们愿搞 你能说 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吗 这不是小资产阶级 是贫农 夏中农 无产阶级 办无产阶级 随大流者 办也可以 不愿意的 有百分之三十 总之百分之三十 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 三亿五千万人 在一个时期有狂热 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 有两个月 他们不高兴了 变了 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 请吃红薯稀饭 面无笑容 这下共产风 也要有分析 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这是什么人 共产风主要是 县设两级干部 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 刮生产大队和小队的 这是不好的 群众不欢迎 坚决纠正 说服他们 我们不晓得 做了多少次检查了 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 大作特作 有六级会议 影响五级会议都要检讨 北京来的人 哇啦哇啦 他们就听不进去 我们检讨多次 你们没听到 我劝这些同志 人家有嘴吗 要人家讲吗 要听人家的意见 我看这次会议 有些问题不能解决 有些人不会放弃 他们的观点 无非拖着吗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听不得怪话不行 要养成习惯 我说 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听 无非是骂祖宗三代 这也难 我少年 中年时代也是 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这个原则到现在也不放弃 现在学会了听 硬着头皮顶住 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 劝同志们要听 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 不赞成如我错我做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 不要动摇 据我观察 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 有些同志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 在历史大风大浪中 就是不坚定的 历史上四条路线 第三路线 王明路线 高饶路线 现在又是总路线 站不稳纽扬阳格 国民党说 我们是纽扬阳哥王朝 他们忧心如焚 想把国家搞好 这是好的 这叫什么阶级呢 资产阶级 还是小资产阶级 我现在不 在南宁会议 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上讲过 1956年 1957年的动摇 不戴高帽子 讲成思想方法问题 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反过来 那时的反帽进 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积积的泄气性 悲观性 我们不戴高帽子 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 他们也搞社会主义 不过是没有经验 一有风吹草动 就站不住脚 就反帽进 那次反帽进的人 这次站住脚了 如恩来 同志 既很大 受过那次教训 相信陈云同志 也会站住脚的 恰恰是那次批评恩来 他们的那一部分人 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 不讲帽进了 可是有反帽进的味道 比如说 有时有的 得自放在后面 是经过斟酌的 如戴高帽子 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 或降义等 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 因为右的性质 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压力下 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 七十万个生产队 七十万条错误 都登出来 一年登到头 登得完不完 还有文章长短 我看至少要一年 这样结果如何 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 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 国内人民也会起来 把我们统统打倒 你办那个报纸 天天登坏事 无心工作 不要说一年 就是一个星期 那也要灭亡的 登七十万条 专登坏事 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的张伯军的政治设计院了 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 我用夸大说法 假如半十件事 九件事坏的 都登在报上 一定要灭亡 那我就走 到农村去 率领农民推翻政府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 我就找红军去 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 要注意 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 不分不妥 要别人坚定 首先自己坚定 要别人不动摇 首先自己不动摇 这又是一次教训 这些同志 我看不是右派 是中间派 不是左派 我所谓方向 是因为一些人 碰到一些钉子 头破血流 忧心如焚 站不住脚 动摇了 站到中间去了 究竟中间片左偏 又这样分析 重复1956年下半年 1957年上半年 犯错误同志的道路 他们不是右派 可是自己把自己 抛到右派边缘上去了 距右派仅有30公里 因为右派欢迎这个论调 现在这些同志的 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 这种同志 采取边缘政策 相当危险 不相信将来看 这些话是在 大庭广众当中讲的 有些商人 现在不讲 对这些同志不利 食堂问题 食堂是好东西 为可厚非 我赞成积极办好 自愿参加 粮食到户 节约归级 我看 如果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 我就满意了 一讲无知谱就很紧张 不要怕河南 等生有50%的食堂还在 那也可以试试看 不要搞掉 我是就全国来讲的 不是跳舞 有四个阶段吗 一边站 试试看 拼命干 死了算 有没有这四句话 我是个粗人 很不文明 三分之一农民 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 就了不起了 第二个希望 一半左右 二亿五千万 多几个河南 四川 湖南 云南 上海等取得经验 有些散了 还得恢复 食堂并不是我发明的 是群众创造的 1958年 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 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 现在应该说我 实在有一大堆是没管 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 我无后呼 一个儿子打死 一个儿子发疯 大半钢铁的发明权 是科庆师 还是我 我说是我 我和科庆师谈过一次话 说六百万吨 以后我找大家谈 也觉得可行 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 后来去做 北戴河搞到公报上 从此闯下大祸 几千万人上阵 始作俑者 应该断子绝孙 毛泽东谈到这里哽咽了 不要怕穿小鞋 成都会议讲过 不要怕做班房 甚至不要怕杀头 不要怕开除党籍 一个共产党员 高级干部 那么多的顾虑 就是怕讲得不妥授 这叫明者保身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我今天要闯祸 两种人都不高兴我 一种是出不得 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 不赞成你们就博 说主席不能博 我看不对 事实上纷纷在博 不过不止明 说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 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 是我建议的 我下的决心 其结果是几千万人上阵 得不偿失 其次是人民公社 我无法明权 有建议之权 北戴河决议 是我建议写的 我在山东 一个记者问我 人民公社好不好 我说好 他就登报了 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也有一点 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 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 大连钢铁 你们赞成 也可以给我分一点 但始作俑者是我 推不掉 主要责任在我 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 苏联也反对 还有总路线是虚的 识得你们分一点 见之于行动是工业 农业 至于其他一些大炮 别人也要分担一点 谭老板 你拿大炮也相当多 放得不准 心血来潮 不谨慎 共产共得快 说要快 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 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 又没来 反反复复 一直到死了 还没有来 到列宁时才来了 那不是性级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 基诺维也夫也反对十月革命 后来被杀了 马克思是否也杀呀 巴黎公社起来了 他又赞成 估计会失败 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三个月也好 要讲经济核算 这划不来 我们也有广州公社 大革命失败了 我们现在的工作 是否也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 像25000里长征 大部分根据地丧失 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 不能这样讲 现在失败没有 道会同志都有所得 没有完全失败 是大部分失败 不是一部分失败 多付出了代价 刮了一阵共产风 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 如讲责任 第一个责任是我 柯老 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 是否比我轻 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 我是一个1070万吨 几千万人上阵 这个乱子就闹大了 自己负责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 都要分析一下 有屎拉出来 有屁放出来 肚子就舒服了 说到此时 毛泽东嘎然而止 全场一片寂静 毛泽东宣布散会 毛泽东的这些话 莫说当时赛场的 中共高官们听后 心惊胆战 几十年后 当人们读到这些文字时 都能从中感到一股肃杀之气 感到一种威严 恐怖 在这种气氛下 众高官还不一边倒向 毛泽东 其结果就只有是 自取灭亡 毛泽东的讲话 向与会者们 透露出了以下信息 一 说党内党外加工 会内会外结合 把鹏 张等人与右派相提并论 定为敌我矛盾 二 为了确保反鹏斗争的胜利 把大多数支持反左的人 拉到自己一边 宣称占多数的人是反右的 是不同意鹏 张等人的观点的 这一宣布 是为了确保那些反左的人 也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 三 将大跃进中的巨大问题 说成是蔬菜 肥皂 发甲之类的鸡毛蒜皮小事 如此一来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错误说成正确 损失说成收获 四 将自己一手推动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 说成是70%的人民 自己要搞 他们有狂热 他们要搞 并声称 这是群众运动 谁反对群众运动 谁就是敌人 这一切都是人民自愿 与我何干 五 刮共产风不好 但这是现设 两级干部在刮 与我何干 我毛泽东永远正确 六 指出我的缺点就是侵犯我 侵犯我 我就要整你 七 翻出彭德怀历史上 与我毛泽东 有过不同意见的旧账 以证明 此人一贯反对我毛泽东 八 向军队领导人 发出警告和威胁 你们必须跟我走 你们不跟我 我就推翻你们 积几十年之经验 毛泽东深知军队的重要 没有军队 便没有权力 便没有一切 九 给彭 张等人 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 十 给彭信扣赏 不是偶然的 个别的错误 而是有组织 有准备 有目的的 他称我党 处于国内外加工的困难时候 向党进攻的罪名 十一 毛泽东的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 始作俑者 应该断子绝孙的哽咽 即我无后 一个儿子打死了 一个儿子发疯了的 狂骂意思明摆着 为了这江山 我都断子绝孙了 无后了 你们还在说 我这不是那不是 你们还有良心吗 七月一日 毛泽东刚上庐山时 对周小舟 田家英 李锐 周慧四人谈笑风声说 我四十岁以前肝火旺 总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 现在还有肝火呢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 有一次对胞弟毛泽谈发脾气 或许是要伸手打人吧 毛泽谈说 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但毛泽东江山在握后 就是要把共产党 变成毛氏宗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